1945年,苏军攻陷薄离后,几位苏联军官默默地注视着,一家三口在公园长椅上自尽,心生深思,一位德国军官出于对苏军报复和屈辱的恐惧,选择了开枪将妻子和女儿击毙,随后自己也开枪自尽,这样的悲剧在当时时有发生。 对于这段历史,我国没有明确的记录和报道,但从已知的历史资料来看,二战结束后,苏联和德国的关系确实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,苏军攻陷薄离后,德国军官的自杀事件,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和对战后,现实的深深恐惧,在战争结束后,德国被迫接受了严苛的和平条约。 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,德国人民在战后面临着重建家园的艰巨任务,同时还要面对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,这些都可能是导致德国军官自杀的原因之一。 这段历史是悲剧,也是警示,战争的残酷性和对人类的破坏性是无法估量的,我们应该真是和平,反对战争,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公正,公平的世界, 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历史,从中汲取教训,以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